大家晚上好啊 能听到我说话吗 能听到我说话的朋友给我一个反馈 给我打一个一 好的没有问题 好的好的 那我们就准备准备开始今天的网课 今天是七夕啊 祝大家七夕快乐 不知道大家怎么过的 特别是维州的朋友 可能这个七夕也挺特殊的 然后相信大家一定就是 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 所以在家里听我们的网课 好那我们就正式开始了 欢迎大家来看我们 今天2020年8月25号的网课 我是Vanessa 那在开始之前呢 就是每次都会跟大家做一个风险的提示 就是交易有风险 投资也有风险 不管是交易还是投资 大家都一定 自己心里有一个风险的预期 因为它并不是说像是银行的定期存款一样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所有的线上的 包括线上线下的网课啊 讲座 我们的观点和内容都是一般性建议 一般性建议指的就是说 我们是根据一些 目前的一些市场情况 一些事实给大家做出的分析和建议 并不是针对某个人 因为我们不知道您的个人的财务目标 财务状况也不知道您的需求 所以说它不是个人的建议 然后是一个公司的介绍了 GoMarkets成立 1998年总部在墨尔本 悉尼也有分布 那是我们是澳洲历史上最早获得 金融交易资格五家经济商之一 然后金融牌照254963 受这个澳洲证监会的监管 然后我们的产品 外汇指数黄金石油数字货币 股票等等 然后呢我们的中文直线电话 0386580603 相信很多朋友已经都能记下来了 然后我们的这个官网地址就不多说了 然后这是一个我的介绍 可能因为这是我第二次上网课嘛 上一次上网课是八月底的时候 然后可能大家也不是很了解我 当然有朋友也比较了解我 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 两个小助手的微信号是我在管理 然后可能有朋友平时会跟我聊天 说说话什么的 那我呢是莫纳什的银行与金融的硕士毕业 然后呢这个下面是我的一个 Dance Honor List就是成绩比较好的一个证明吧 然后我是去年9月加入GoMarkets 如果说有听过我们广播 然后看过我们YouTube视频的朋友 也应该是能够看到过我的 然后还有包括像左下角会给大家定期的出一些分析报告 股评报告 那我们今天的主要内容呢 给大家分成三个板块 第一个是本周的这个财报数据的回顾 因为八月是澳洲的财报季嘛 很多的公司都是这个在这个时间来出财报 所以说我会跟大家做一个这周有什么重要的公司出的重要的数据 跟大家一起看一下 那第二个呢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巴菲特他投资他最看重的一个指标是什么 等一下我们来详细说 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回顾一下我上一节网课的一个知识点 就是这些发布了财报的公司 他们的财报数据有没有水分 他们财务操纵的可能性到底大不大 这是我们我的上一次课跟大家讲到过的内容 那看一下这个本周的财报数据的一个回顾 今天是周二嘛 那我就只截取了周一和周二公布了这个财报数据的一些公司 那像我们比较熟悉的FMG 然后黄金股SBM 然后像这个做保健品的Blackmore 然后还有什么AWC 还有这个Ancel 还有Coco喜欢的NAN 都是在这两天公布的财报的数据 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周一公布的这个数据 FMG 它的财报数据非常非常的亮眼啊 它的20财年的收入是增长了29% 净利润增长更是更加强劲 49% 那这个他们董事会宣布是会派发美股 以澳元的末期股息 是大大高于了分析师的预期 所以说这个股价在在他们家的股价在周一的时候就上涨了 那除夕日是8月31号 我这里多提一句什么叫做除夕日啊 除夕日指的就是说 你在8月31号这一天之前 如果是买入并持有了这个股票 你就有资格去获得这个 以澳元的这个末期的股息 那你如果是在8月31号当天 或者说在8月31号之后 你再去买入FMG股票 那你就没有资格获得这个派息了 这是除夕日的意思 那像我们公司的话 一般我们是会在除夕就是X dividend date 那一天把大家持有股票的这个股息派给大家 一般来说是那一天 那结合他之前的中期股息是7毛6 那他的全年股息是1块7毛6澳元 比19财年提高了54% 大家想一下这个 他的股价也就十几块钱 他的整个年度的派息就是将近2澳元 那相当于他的分红我算了一下 差不多就是10%这个样子 那如果说你是在19到20财年 如果是买入了FMG 并且持有他加上他的股价的增长 加上他的这个派的息你可以算算这个投资回报是非常非常非常可观的 那我们现在存银行的利率大家也知道 所以说这个非常惊人 然后下一个数据是这个SBM 这个黄金股黄金股说是这个黄金的总产量增长了 然后呢他们的毛利润增长了26% 但是呢他们的这个折旧和一些摊销的费用影响了一些公司的利润 所以公司的税后利润是下降了11%到1.282亿 那股息是维持不变的啊 4分每股 那这个从他的财报的数据公布到今天 我看了一下他股价一直没有什么变化 3块4左右 就是在这个期间 所以没有什么令人惊喜的地方 那这个接下来这个公司是这个 一个造船的公司 ASB Auster 他的收入和净利润都是创了历史记录的 利润增长了45% 然后收入增长了13% 可能大家有的这个朋友不是特别了解这个公司 这公司是一个造船的 那他主要的业务呢 其实跟国防相关的 他会给美国的国防部 还有澳洲国防部去做这个军用的这个舰啊 军舰 然后呢他们的手里有2点多个亿现金 然后派发的股息呢 也是比同年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3% 然后他们CEO说什么呢 他说他们财务的财务实力强大 然后呢他们下一个阶段应该是会有增长的 那他们会在2021年预计也会增加股息 然后减少一些债务 那他的股价相反是在财报公布的当天 大概跌了一毛钱 我看了一下今天又大概跌了一毛多 那其实是因为当时这个 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有关注这方面的新闻呀 当时他们是有宣布一个拿到了美国国防部的订单 那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呢 他的股价已经有所上涨了 有反应了 那一般分析师认为那你这个时候在公布的这个数据呢 就没有那么的惊喜了 所以说没有说如我预期的增长那么强劲 但是长期来说我还是挺看好这公司的 为什么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新闻啊 这个我截了两个新闻 第一个是澳洲啊 他要赤资资2700亿去升级国防 应对后新冠的世界格局啊 右边这个也是澳洲 可能会增加一些国防方面的支出 那现在这个世界格局怎么样 相当的相信大家心里也是有数的 所以说呢在国防的板块呢 我觉得就是说大家投资者 作为你自己的资产配置也好 或者说是作为你自己 对于这个世界啊 你的一个怎么说呢 如果说世界如果说以后的世界是更加无序 更加混乱的 那我觉得比较明智的做法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适当的配置一些这个 国防啊军工相关的股票 那之前 Joy也给大家推荐过美国的这个军工板块的股票 那如果说你只是想在澳洲去寻找这么一个股票呢 我觉得ASB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选择因为比较大的公司跟这种国防啊 然后相关的在澳洲并不多啊 那还有就是中国的军工板块 如果你要做中国的这个军工板块的股票的话 可以跟Alan聊一下 他前几天买了这个买了中国的一个军工股票 他跟我说涨停了 那所以说呢 这个是我们如果说就是对于这个所谓澳洲政府也说的 后新冠的这么一个世界世界的秩序 大家要有一些应对的措施 有一些期望 那另外呢就是说 这个公司他其实受到这种新冠的冲击 哪怕说是经济上的冲击 他的影响是很小的 因为他是国防相关 军工相关但他是由政府直接来支出的 所以说这方面不用担心 是防御性质还是挺强的 那他其实也有做商业的渡轮 但他商业的这个船的制造呢 只是差不多他的这个收入的10%左右 这个就不多说了 那接下来呢 是这个一个周二的财报的数据 今天我看了一下 这个是安塞 安塞是澳洲的一个做医疗器械的那么一个公司 他一般他主要生产的比较多的是这种橡胶的 医用的橡胶制品 还有像是这个防护服啊等等 所以他是在新冠 因为新冠的这个影响嘛 他是这个收入是增长了 因为需要很多的这种防护服和相关的这个医疗的器械 那他的销售额是有增长了7.7% 那我没有记错的话 他跟新冠有关的销售额的增长应该是超过了15% 利润增长了这个5.2% 然后派发的股息略高于去年的26分 那公司也预计2021的财年的每股收益呢 也会高于2020财年 证明这个公司对于下一个财年的这么一个收入的增长 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那也但是这个成绩也没有那么的亮眼 所以说股价的变化不是很大 从周一40块3毛到了周二售盘39块5毛 而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那还有一个周二还有一个消息呢 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快一个会计品牌 XRO XRO 他宣布他会收购一个贷款的平台 然后呢这个消息出来呢 让这个公司股价开盘上涨了 2.9% 直接突破了100澳元 创下了公司股价的新高 但之后回落了 因为这个这么一个消息 他公布的细节不多 那这个 这个加拿大这个皇家银行啊 他说这个细节有限嘛 所以说暂时难以量化 那可能后来投资者又渐渐冷静了 然后股价他就回落到了 今天收盘是98块5 跟昨天的 昨天收盘是98块4毛9 价格没有很大的变化 那其实这个 这个家公司 我在7月3号的时候 我就有写过他的股评 然后可能啊 那如果说大家没有看到的话 我们7月27号的时候 还把这个股评作为了公众号的文章 给所有的朋友去进行推送 那那个时候呢 我推荐他的时候呢 他的价格是91块8毛 那现在是98块5左右 还是这个这个上涨还是可观的 这是我当时做的一个股评啊 因为他们公司的财年是3月底 所以说他20年的这个业绩是已经公布了的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来找我们要一下 这个当时写的这个股评 这个公司呢 他股价其实有点高的 说实话有点高 他的市盈率是4000多 就是说他的收入对比 他的这个股价来说 确实是很高的 但是再高也比afterpay好啊 因为afterpay现在还没有赚钱呢 还还在亏着呢 那这个公司他是已经实现了 这个正的利润的 但是今天afterpay也涨得挺好的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 去去做afterpay啊 今天涨到应该是88吧 还是多少 因为今天这个摩根伞利 他说afterpay的股价目标是提到了 提高到了106 然后所以说大家又去了啊 然后但是我觉得我个人的话 我是更喜欢已经开始有利润了的公司 那这个XRO他就是一个已经有利润的公司 而且我相信他应该会就是他他会保持 他的利润和收入的增长的 那我们说他的这个股价高 或者说他的市盈率太高了 那其实市盈率他我们说一个公司 overvalue了 那他是怎么个overvalue法 那我们是去通过判断他的股价和他的未来的现金流 或者说他未来的收益 那他怎么样子会回到一个合理的价位呢 那有两个办法 第一就是说他的价格下跌 那我们说可以他慢慢回到了一个合适的价位 那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说他收入利润持续上升 对不对 那他的收入和利润就足够支撑起他股价的上涨 那这样子我们也会觉得这个公司 他的股价会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并不是他价格会下跌 而是他的收入利润上涨 所以说我觉得XRO他 是一个不错的优质的公司 而且他是一个做会计软件的 是有云会计这方面的 就是说怎么说呢 云计算我之前也讲过 我觉得是一个未来会发展的很好的一个领域 因为我之前我前两天手机坏了 我手机坏了 然后我手机是没有备份的 那我想我手机里面有两万多张照片 我就想说我这个要是没有 我没有任何备份 我的手机就存在我手机的这个硬盘里 主板里 然后大家知道iPhone他的这个手机 他就是你如果主板坏了 你很有可能你的里面的数据就全部掉丢失了 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当时要是我就用了iCloud 我就已经用上了 那我就不会有这样子的担忧了 对不对 那在随着以后5G的发展 那我肯定会我的所有的数据 我所有的照片什么的我都放到云里面 那反正也没有这个上传下载的那么一个等待的过程了 我以后我自己都会这么去想 那我所以说我还是觉得这种跟云有关的 云计算的东西大家可以多关注一下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时代的趋势 一定会这样发展的 因为5G的技术已经出现了 大家也有这么个需要 那当然我最后手机好了 之前进水了 后来我把它放到米里面 大家如果手机进水了 可以把它放在米里面 米可以吸一下那个手机的湿 所以它又自己又恢复好了 好 那还有一个呢 是今天公布了业绩的Blackmore 这个保健品啊 相信所有华人都知道这个品牌 那它的收入下降3.5% 税后净利润更是下降到了66% 公司呢不会派发末期的股息 那这是这个公司从198几年上市以来 第一次没有派发这个末期的股息 那一般来说公司它选择不去派息 或者说它减少派息 多半都是因为它的现金流不够了 因为公司它手上要有现金 它才有这个钱去发钱给股东嘛 那其实我自己个人对于这种 首先它是保健品啊 我觉得有点西洋产业的意思 我不知道大家自己现在还买不卖保健品啊 我自己现在是 怎么说呢 就是有了更科学的营养观念之后 我觉得保健品就是就这样吧 然后再加上它是一个澳洲的公司嘛 现在中国澳洲的贸易关系又不好 它又不像是Swiss那样子被中国给收购了 所以说呢 基于这种种的考虑来说吧 我觉得就是 不太就是我个人 我是不会去考虑这个公司的股票 那它今天股价也跌的蛮厉害的 76到了71块5这样子 说到贸易相关呢 就是跟大家说个这个题外话 题外话就是上周吧 上周这个红酒的事情 奔赴的这个事情不是一个反倾销 然后就导致这个奔赴的股价大跌嘛 其实我们我也是去找了一下数据 就是为什么中国政府他敢去动这个红酒的这个板块 因为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左边的这么一个数据啊 这是澳洲的酒类 红酒类的出口的这么一个数据 看这边 然后澳洲的红酒呢 是37%都出口给了中国 那到那美国和英国呢 也就10%几而已 所以说中国是澳洲红酒的主要出口地 那我们再看中国的进口红酒的这么一个来源 澳洲呢 这个是市场占比35% 那下一个呢 是法国 28.5% 那其实我们可以发现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 澳大利亚的红酒和法国的红酒 其实对于中国来说是差不多的 占市场占比都是30%左右 而且它的可替代性太强了 而且澳洲的红酒也是因为便宜嘛 所以说 这个进口的这么一个量也是有上升的 那其实所以说 我个人认为呢 就是觉得澳洲的红酒第一 质量那肯定是比不上法国的 那还有呢 就是可替代性太强了 所以说我们去看这种公司的时候 也可以去看一下 你要从需求和供应上去分析嘛 那另外一个 再说一个题外话 就是说 我们的红酒是分这个新世界和旧世界的红酒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么一个了解啊 就是旧世界的红酒 什么叫旧世界的 那就是传统的欧洲酿造的红酒 比如说法国 意大利 西班牙等等 所以说它是分这个New World 这是旧世界的红酒 那新世界的红酒 就是像是美国啊 澳大利亚南非智利这样的红酒 那新世界的红酒 它们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它们是规模化的 工业化的 它们更专注在这个企业的管理上 那旧世界的红酒 像是法国 它们是更专注在酿造工艺传统上 然后多半都是家族 家族式的 有品质的 我以前学过法语啊 所以当时学法学法语的时候 我们就会很很 就是把这个红酒拿出来谈嘛 其实法国 它们这个红酒行业是看不上这种新世界的红酒的 大家其实在在澳大利亚买到红酒 红酒很少有橡木塞的 对不对 都是那个 那个拧开的那个样子的 那所以说呢 它们就发明了一个词嘛 就是 Van du Nouveau Monde 这个就是 这是法语啊 就是新世界的红酒 那它们就觉得我们做红酒一定要传承下去 去要传统的这么去做 那我个人也是觉得啊 那可能就更偏好这种旧世界的红酒 扯远了 扯远 扯回来 然后呢 红酒说完了 下一个再跟贸易相关的就是奶制品了 大家觉得澳洲是奶品大国吗 奶制品大国 确实是啊 奶制品确实澳洲的一个农业的一个很重要的那么一个产品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左边的这个数据啊 澳洲最主要的奶制品出口国就是中国了 就这一块 它比中国是澳洲最重要的奶制品的这么一个出口国 那所以说对于澳洲来说 中国是很重要的一个奶制品的市场 那大家可以猜一下 对于中国来说 澳洲是不是它最重要的奶制品的一个来源呢 其实不是的 我们也得去看数据 我们要去找数据来看一下 我找的是2019年11月去年年底的那么一个中国奶业的贸易数据 这些奶呀 它有很多奶制品有很多种形式啊 那不管是什么大包粉 银沛粉 奶酪奶油 我们可以看到澳洲 中国它最最大的两个奶制品国 奶制品来源国 其实新西兰和欧盟 这个进口额度都占了差不多百分之七八十 那其实澳大利亚我找到的也只有这个奶酪和一个包装牛奶 它占了一个百分之十几的份额 那对于其他的这些产品来说其实都是大概是百分之三百分之四或者更少的那么一个市场份额 说明什么说明其实对于中国来说澳大利亚你这个买牛奶的并不是那么的重要 所以说结合到我刚刚说的不管是红酒还是奶制品 那中国对于澳大利亚来说很重要 澳大利亚对于中国来说就是没有那么重要 我随时可以换掉你 所以说呢其实贸易相关的大家如果说要去买这种公司的股票呢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方面的外贸上的数据 那你就心里有个数了 如果说中国澳洲关系不好了 如果说中国又要拿你澳洲某个行业开到了 那你买的那家公司他们会不会受影响呢 这是我们从供需方面来看的 接下来讲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话题 巴菲特他投资公司最看重的指标是什么 这个是我非常想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首先我想问一下 你如果去投资一个公司 你最看重的指标是什么 你首先会去看什么 你是去看他的价格 还是去看他的利润 还是看什么 有没有朋友分享一下 还是看他的市盈 或者说是去看他的这个技术指标啊 等等等等 那其实巴菲特的他最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啊 我看到有朋友说巴菲特很喜欢股息 巴菲特他其实最看重的指标是什么 是Return on equity 这个ROE 他说他这他名言 名言警句啊 他说我们判断一家公司的经营的好坏 取决于他的净资产收益率 然后他不去 他不太去关注美股收益的成长与否啊 所以说我们今天聊一下ROE这个指标 这个巴菲特他最喜欢他的favorite number 我们去看一下是怎么样子的啊 这个这个芒格他也说长期来看你的投资收益 和你所投资公司的ROE相似 芒格芒格跟巴菲特是一伙的啊 他们是他们是黄金搭档 所以他们的这个投资理念应该是相似的 投资理念相似才能做到才能走到一起嘛 好然后什么是ROE 我们先去看一下ROE他到底是什么 Return on equity 他计算的是用公司的税后利润 去除以所有者权益 就是去除以公司的净资产 你可以说去除以他的这个shareholder equity 那他反映的是什么 是一个公司他运用净资产创造利润的能力 是净资产 那一般来说伟大的企业 他长期的ROE都很高 等一下跟大家分享几个 我这里说一下 equity他是怎么来的 equity他等于asset减去公司的liability 什么意思 一个公司的净资产就是用它的总资产减去它的负债 这个大家应该都是有这么一个数的对不对 用公司的总资产减去我公司的负债 那就是我的净资产 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些个公司的ROE 这个首先我找到的是一个Facebook 我说好的企业嘛 我给大家找的都是一个一些好的企业 那Facebook呢 我去找了他五年的平均调整过的ROE是21.88% 相当于五年的ROE做了一个平均 那我们看五年就是从2015年到2020年嘛 那也是五年的时间 那它的股价变化是多少呢 86块钱到了267 Total return是分了两倍多 那年化的收益是25.41 这个年化的收益不是用21除15算出来的 它是一个几何平均数 是一个负荷的年化的收益 我就不去讲它具体是怎么算的 反正它的年化收益就是一个25.41% 其实跟它的ROE是很相似的 对不对 下一个公司是亚马逊 亚马逊呢 它的五年的平均ROE15.86 但是它的股价是翻了五倍多 五年的股价翻了五倍多 那所以它年化收益更高46% 那它的年化收益其实是大大的高于它的ROE的 还下一个是苹果 苹果它的五年平均ROE45%左右 那股价差不多翻了将近四倍 年化的收益计算出来是36% 那其实也是一个比较相似的那么一个数据了 下一个呢是Google Google的这个ROE16.67% 它的ROE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都是得 都是差不多百分之十几的那么一个很稳定的水平 百分之十八百分之十七等等 那它的年化收益呢 也是百分之十九点五九 那再分享一个微软的 微软它的五年平均ROE33.38 那股价这五年来呢 是差不多四倍左右 年化的收益也是百分之三十多 所以说我们就是真的是可以从中找到一些规律的 确实就是如芒哥所说啊 这个ROE它确实是能够反映你的这么投资 长期投资股价上的上涨给你的一个回报的 这是我找了差不多二十来个公司吧 我把他们的这个五年的平均的ROE 和他们的年化收益给计算了出来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加粗的这些 其实都是它的这个五年平均ROE 和这个五年的年化的这么一个收益的对比啊 确实是很相似的 那所以说呢我们去选择公司的时候 大家看这些 说看了市值啊 看这些盈利啊等等等等 大家也可以去关注ROE这么一个指标吧 其实特别是如果说你是长期投资 那芒哥它是更关注长期三十年 乃至四十年的那么一个投资的周期 那如果时间拉的够长啊我相信这个ROE和这个股票 给你的年化收益的回报应该会更相似 啊所以说呢一般来说啊 这个ROE它越高说明这家公司 它利用它净资产创造利润的能力就越高 那你去挑选公司的时候呢 ROE高于7%到8% 可以看作是一个啊 你的一个参考的条件 那我们回过头来 因为我挑选都是一些不错的公司 一些好的公司 呃大型的公司 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它的这个ROE都是在10%以上的 看这一条 基本上都是10%以上的 除了巴菲特他自己的公司 他自己最看重自己自己公司的ROE 其实并没有那么的高啊 但是他选公司是有标准的 巴菲特他说他选公司是要挑选那些ROE 在20%以上的公司 其实是有点苛刻了 但我觉得超过10%的ROE 都是一个呃很不错的表现 那因为净资产就是股东的钱嘛 那我你怎么样子去利用股东的钱 去赚到更多的钱再回馈到你的股东 其实这是很重要的 当然ROE他也是有局限性的 他有局限性有两个啊 一个是杠杆 还有一个是呃会计的作账 比如说非营业收入等等 那杠杆的话我讲一下 刚刚我不是说过吗 那公司的equity 他是等于asset减去liability嘛 啊那如果说我举一个例子啊 比如说我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公司 啊我一个很小的公司 我的总总资产只有10块钱 那我净资产只有一块钱 另外9块钱就是都是我去借的 那如果说这样子我杠杆就很高嘛 我杠杆就是10倍嘛 然后那我用这10块钱 只要赚到一块钱 那我的ROE就是百分之百了 对不对 所以说我只要让我的净资产足够的少 那我就可以去 我就可以去提高这个ROE 对不对 因为我们比如说这是他的公司啊 Return on equity Net income除以equity 那我想要去提高这个指标 我有两个方式 第一个就是我去增加我的收入嘛 我让我Net income一直涨一直涨 这个ROE他会涨 那还有个方式就是我去减少我的净资产嘛 我去借更多的钱 让我的净资产更少 我的杠杆更高 那这样子我也可以去提高我的ROE 所以说如果说一个公司 你看到他ROE很高的时候 你去看一下他的杠杆 他杠杆是不是过高了 非正常的那么一个杠杆的话 他也有可能让这个公司的ROE 就是看起来很高啊 但是其实杠杆太高 对公司的风险来说是很大的 好 那这个是从数学上来看啊 这个下次吧 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 我们可以再详细的再去讲一下 因为这个ROE它还可以牵涉到一个杜邦分析法 就是ROE它是可以被拆成很多很多不同的板块的 那最简单这个ROE它可以被拆成 Return on asset再乘以杠杆 它的其实分子分母约掉它 它就是ROE了 对不对 Net income除以equity 所以说杠杆很高 它的这个结果会很高 那或者说我income很高 结果也会很高 那我们还可以再拆啊 这个ROE再拆 拆成这边是Return on asset 然后leverage 然后再拆再拆 它可以拆出来的东西很多 那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杜邦分析法 但是我们今天就不细讲了 如果说 有朋友说没有声音了 大家现在听得到声音吗 能听到声音的给我打一个E好不好 我这边是看到 现在能听到声音吗 能听到能听到 谢谢 好的 好因为刚刚有两位朋友说听不到声音 所以说继续讲回这个ROE 那ROE它可以拆出来的东西非常多 那它可以去反映一个公司它的利润率 它卖一个东西 它挣了多少钱 或者说可以去反映一个公司的资产的周转率 我卖一个东西 我卖的有多快 还有可以反映它的杠杆等等等等等等 所以说如果说我们去细化的话 可以谈很多东西 有兴趣的话 下次可以跟大家多去分享一下 这个杜邦的分析法 跟大家可以更去多了解 因为最近也是财报季嘛 可能讲财务方面的东西比较多一点 大家可以去多看看自己有持股比较多的公司的财报 然后我们去分析它 对不对 我们就更了解这个公司 那也是巴菲特说的嘛 那去投资你懂的东西 你要先懂了你才去做投资 所以说我们也是希望投资者能够多懂这个公司 而不是说看到新闻最近涨得厉害就去投 所以因为其实投资 特别是股票投资 它是一个挺长期的东西 你买一个公司 它就像你的小孩一样 对不对 你希望它茁壮的成长 你也希望你了解它 然后你要了解这个行业 好 所以说这是一个 这是 这是它的一个局限 就是杠杆 杠杆是大家要去关注的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会计作账 那会计作账 我之前跟大家谈到过会计作账 它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方式 可以去提高公司的利润 对不对 它可以去做很多这种非现金的那么一些利润的增长 比如说它让公司的折旧的支出减少 对不对 去做一些信用的销售等等 那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非营业性的非经营性的盈利 就是说它是与主营业务不相关的盈利 我之前也跟大家举过例子 比如说我有一个地 我有一块地 这个地呢 我通过去卖这块地 然后我赚了一些钱 但是我这个公司并不是一个做房地产的这么一个公司 那可能这种方式也可以提高公司的收入 但这个收入和利润它是不长久的 它只是这一刻的 你并没有源源不断的地给你卖 对不对 所以说这种与主营业务不相关的 这些个盈利呢 我们是要去忽略它的 所以说有一个解决的办法呀 就是我们可以使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就是把它的这些非经营性的这些利润给扣除掉 我们再去算这个ROE 就叫做扣非ROE 那我们经常看财报扣非扣非 扣的是什么非呢 就是非经营性盈利 所以说我们可以这样子去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当一个指标它变得非常受欢迎的时候 公司就有可能去操纵它 所以说任何指标它都是有这个局限的 但是这里多提一句 像刚刚提到的ROE高的企业 ROE高的企业它的股价不一定都涨得好 但是涨得好的企业股价涨得好的企业通常ROE都很高 因为ROE它是直接反映一个公司的盈利能力的 一般来说一个公司它盈利能力很好 它的股价没有可能一直跌对不对 然后这里多提一句啊 就是茅台它的ROE 大家可以猜一下茅台的ROE 有 呃有那个 大家猜一下会是多少 50% 50%有点高 不是50% 是33% 所以其实茅台它的ROE是很高的 它的这个盈利能力是很强的 那它其实主要就强在它的一个利润率 呃因为它一瓶2000多嘛 对不对 它主要是利润率高 当然我相信它的资资产的周转率也很高 它的销售 它卖的也很快啊 因为呃茅台 他们像这种酒类的企业啊 他们其实是会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这方面的生意啊 就是酒类的企业 他们是会逼着经销商去压货的 就是说他他因为他们都是靠经销商去进行销售嘛 那像是比如说五两叶茅台这两个酒嘛 在中国就算高端的白酒 那他们并不是直接呃厂商给到消费者的 他们都是有经销商的 那这些个经销商呢 他们是自己拿的价不一样 他根据你要从每年要从他厂商手里拿到的这个量 来定你的这个这么一个价 那有可能比如说我这个经销商 我一年 我说我能拿3000万的酒 那你给我的价就比我另一个能拿2000万的这个经销商的价要低一些 所以说如果说嗯 那其实经销商之间啊 他们也会互相的去买酒的 因为像是那种你是一个小的经销商 你直接去找呃这个五两叶去买酒和你去找大的经销商买酒 其实你去找更大的经销商去买酒你的成本是更低的 因为他们拿到的价格比你直接去找厂商买酒更低啊 所以说他们的这个销售压力都在经销商的身上 经销商每年会被逼着啊 囤很多酒买很多酒的 所以说他们自己公司自己其实是不太抽销量的啊 压着嘛 你就都压在经销商的手里 当然本来这个市场也是有这样子的需求的 又又扯到酒上面了 又又聊多了 那所以说我说啊 那像茅台这种公司他ROE高 他一个他进呃 利那个叫什么 利润率特别高对不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的他的他的 我相信他的这个资产周转率也不会太低啊 因为经销商都由经销商给扛着 那最后一个呢 就是说我们之前谈到了这些个出了财报的公司 那我们就是呃 回顾一下上节上一节网课跟大家谈到的这个呃 财务操纵的问题 那我们自然就要去看一下这些刚出了财报的公司 他们财务操纵的可能性啊到底大不大 啊那这是我们上期的上一节课的内容啊 上一节课讲跟大家讲了这个banish model 这个banish的模型啊 这教大家怎么样子去快速的 或者说是去呃 仔细的去看一个公司 他的财务数据有没有水分 他的财务操纵的可能性到底大不大 但是这个我们今天不会去很仔细的讲 这个就是这个这个模型 他是怎么来的 如果说大家要去看原理的 或者说上一节可以给大家分析了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去看 就只只用两两个指标就能看的那么一个方法 就是7月28号的网课 我们7月28号的网课 呃也给大家做了非常详细的讲解 嗯大家也可以去YouTube搜一下 或者说大家来找我们要一下这个网课的链接也可以 啊所以说呢 我们就直接看结论 我们不去看原理 我们直接看结论 这个我们通过这个banish这个模型 我们只需要去收集公司的这个财报的数据 那他就会给我们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呢叫做m score 那这个m score我们去用它 就是说如果这个m值它是大于负2.2的 那这个公司可能进行了财务操纵 而如果m值大于负1.78 这公司很大可能进行了财务操纵 所以说我们呃更喜欢这个m值算出来 呃越小的公司 它就越好负3负4负5 这样子呢证明这个公司 它财务的数据的造假可能性很低很低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先看一下fmg了 fmg呃我去看了 他20年和19年的财报啊 啊营收上涨 然后这些呃什么呃 呃经营净利润也是上涨的 那算出来他的这个m值呢是刚好是负2.2 哦就嗯有点彩线了 但是呢还可以还可以 至少没有没有特别小 我们上次算过这个afterpay的 他的这个m值是不太好的 不太不太好看的 就是说嗯如果说我们从这个模型上来看的话 afterpay他的财务操纵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但是afterpay他还没有出财报 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这周四 后天他可能会出财报 afterpay出了财报之后 我会再去算一下再去用这个模型去算一下他的这个m值啊 看一下他们2020财年有没有改进 有没有呃就是他们肯定肯定 我相信他们出的财财报数据会很好的 会很亮眼的给投资者一个交代吗 然后但是具体水分大不大呢 我们可以算一下大家下来之后 如果有感兴趣的话 星期四afterpay出了财报之后 可以来跟我交流一下 看一看他们这些 又做了什么做了什么手脚 啊 下一个sbm sbm呢是呃刚刚提到的黄金股 然后是也是财务数据呃一般般吧 然后也就是这样 那其实怎么说呢呃有的朋友他可能会去投 黄金股因为觉得黄金上涨比较好的话他就去投黄金股那其实我觉得呃 嗯我觉得黄金股他当然他的这个上涨和下跌的幅度没有黄金本身那么的大但是我觉得他其实他是会面临两个风险的一个是黄金上涨下跌的风险还有一个就是他公司本身的风险对不对啊还有更多还有什么国家的风险对不对等等等等所以说其实要说说这个风险的因素的话我觉得黄金股的他的风险的因素比黄金本身他可能会更多的一个问题的风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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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你真的很看好黄金的话我觉得那你去买黄金就好了对不对你买黄金当然当然你要承受得住这个黄金的这个价格的波动啊那黄金呃我们普遍是因为黄金不管是我们还是一些大的机构投行等等等等给的黄金的目标价都是今年都是会到2000以上但是今天是没有吗今天又好像跌了一点没仔细看然后 那你去买黄金当然你要承受住黄金价格波动的风险啊如果说这个你承受住你一直拿着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呃但是大家要知道就是市场上所有的资产的价格他就算是上涨他永远不会是直线的没有什么东西的价格上涨是直线的他一定是有波动的所以大家控制好仓位啊这是呃这个黄金 哦黄金股他的这个M score往负的2.65就是没有财务操纵的呃这种财务操纵可能性很小那下一个是ASB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造船的这个国防的这个公司啊他的这个M值算出来是负2.87也就是说他财务操纵的可能性也是非常小的 其实我我我我在算这些值的时候我心里是非常想要去抓到那么一两个公司他们财务有财务操纵可能性比较大的但是其实说实话澳洲的公司很难很难抓到啊就之前就抓到了一个afterpay还有一个做食品的F&P他们本来就有一些问题都已经停牌了然后其实像是这个财务操纵算出来我去看了一下 说实话算出来财务操纵可能性比较大的其实很多是啊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那他们的这个这个包括瑞幸啊不多说了还有一些呃比如说什么拼多多啊什么的他们因为他们为了上市他们在财务上是一定要去做一些事情的这样子让自己的财报看起来亮眼那你那你才更好的去能够去完成这个上市的这件事情 那其实像澳洲的这些企业还好还好他们不会做太多的财务操纵的事情再加上本来这个今年啊20财年就不太顺利那很多大家都是直接的就给出了啊自己收入的下降或者说甚至是利润的亏损啊怎么样子大家就没有想要太刻意的去隐瞒这件事情了吗啊这个XrollXroll它的这个M值也是 低于呃负2.2的所以是呃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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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的然后刚刚跟讲过也就不多说了A&N就是刚刚我提到的安销那个医疗医疗器械的那个股票我对这个A&N还是有一些情感的对我的对他情感来自于我在念书的时候我们当时做那个case study啊我们专门去看过这个A&N的这个公司还嗯 因为澳洲他的这个其实说白了澳洲的这些个企业大的公司银行矿还有这个医疗吧基本上就是这三块我那天还跟同事说起我说人家美国市值靠前的公司都是科技股吗对不对 FA&JFunk啊都是科技属性很强的公司澳洲市值靠前的公司呃做矿啊做银行银行就增长也就是那样吧每年派息挺高的啊赚的钱就发出去然后也不需要太大的发展 其实我就是澳洲的说实话这个科技的发展的环境我觉得真的是啊比较一般啊然后政府也没有很用力的在推动这个科技发展的这一块所以嗯还是希望澳洲以后可以在科科技上能够多发展一些那然后呃不要说是矿啊什么的我觉得这样子 这才是一个国家的发展知道吗啊找了一个现在这个afterpay科技其实也不是很科技啦科技的概念对不对今天跟Jacky说我说现在是不是一个有网页的有app的公司就可以叫做科技公司了所以说嗯我觉得是希望能有一些真正的有科技含量的呃这么一些公司我觉得这这是非常好的呃这个sick sick呢呃是大家平时有看的话就是找工作的网站这个做找工作网站我个人现在是还呃蛮看好它的因为它也是一个线上的那么一个网站嘛然后我这周还上周应该是有给大家写一个sick的这么一个股评的报告然后它的m score算出来是也没有问题啊负3.04很低呃这个呃财务操纵 可能性也非常的低呃呃看一下大家有兴趣的话也是可以直接呃来找我们要这个股评对Rebecca说Jacky天就想做空afterpay是的是的不知道他现在还想不想做空但是afterpay我不知道他还想不想做空啊但是如果说我肯定不会去做空啦因为投行对他的这个 目标价格一直在提高都已经100多了你现在再再去做空啊当然做多我也不会因为我觉得他不配他不值 所以他就这样然后但是你要说你去做空谈那也没有必要说一定要去跟市场反着反着干对不对呃对啊有朋友说expro和sick算是科技股afterpay就算了哦对啊我觉得afterpay他不就是一个软件吗呃就哎真的是跟 这种亚马逊那亚马逊那亚马逊大家也不要觉得他只是做网购的他有很多云计算的东西对不对他有Ager啊 阿里巴巴也是有很多科技的成分在里面的嗯不太喜欢 然后这个 REA就是这个real estate是呃我们看房的那个网站呃这个网站还可以呃这个这个公司还可以因为如果说是房市还不错的情况下他肯定是可以的因为他基本上是垄断了他就是如果说大家去在澳洲找房子呃不管是租房还是买房卖房基本上都一定会用到呃real estate这个网站他基本上就是就像他跟sick一样啊 sick是大家找工作基本上就用sick对不对就是他他的市场的占有率是很高的应该是90%以上REA也是一样他只要房市好他不管你房子卖卖的出去你挂在我这我就收你的钱 然后是这个但是最近房市确实是不太好因为这个新冠疫情的影响那如果说呃之后房市有恢复的话我觉得你如果想 投资房产的这个领域的话REA还不错啊因为我们是更喜欢有一些垄断意味有一些市场占有率特别高的那么一些公司啊你才能够立住脚吧你 不让别人有饭吃对不对钱都被你赚了他这个coggencoggen呢我一度我一度我在算这个coggen的数据之前我一度觉得coggen是不是嗯财务上是不是有一些什么问题但算出来是没有问题的是负 不得2.67但是他的股价确实也增长的太厉害了啊呃 卖的东西质量也不太好 然后是JBHIFIJBHIFI的前上周出的财务数据也是非常的亮眼啊大家一天 疫情在家里面网购一些什么电视啊对不对一些游戏机啊什么基本上都是JBHIFI了 基本上如果说你说5L去买一些电子产品我基本上除了JBHIFI我我想不到别的还有一个什么the good guys the good guys也是也是JBHIFI他们家公司的所以说啊也是我觉得市场占有率很高的这么一个公司啊财务财务操纵从banish model来看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好然后我们今天差不多的整个的内容跟大家是分享完了所以说到这里呢给大家 做一个我们的小广告啊周三的直播预告明天明天的明天的这个直播啊又是JK和Alan了啊我都觉得他们俩快累死了老是他们嗯就是他们会说为什么印了这么多钱澳洲股票还这么便宜就是其实他们之前是想说美联储的啊他们想说美联储 这个印钱的事情然后呢写的标题比较的比较的凶猛然后就被我们的marketing的同事说了说这个不太行太直白了所以说我相信他们还是会分享一些美联储啊印钱的这方面的啊呃事情大家可以来看看一下然后也是澳洲东部时间也就是明天的晚上的六点那墨尔本和悉尼的朋友就是 差不多吃饭的时间 大家可以把手机放在那边 跟看电视剧一样 看他们吵吵架 或者说分享一下 有朋友说 有朋友问我什么时候上直播 我太年轻了 我不能上直播 然后还有Zip Zip我觉得就是 就是如果说我连Afterpay 都不太看好的话 我也不太看好 对不对 他还没有Afterpay 做的大市场占有率大 我觉得这种 这个概念 个人不是很喜欢 好 所以到最后呢 然后又回到了 我们公司的介绍环节 我们的澳洲中文团队 标准服务 每天早上八点半 有这个3CW的广播 大家可以来听一下 都是 我觉得都会 虽然说大家听的时候 只有十分钟 但是我们这个广播的内容 都是我们 很认真的去准备的 那我们也会有每天 给大家发到的中文财经的 分析的邮件 然后 微信公众号的推送 那每周二 每周四的这个网课 就像大家现在听的一样 然后 周三是直播嘛 那新客户面对面 一对一讲解 我们其实是有给客户 做这种一对一的讲解的 如果是我们的客户的话 是知道就是 在疫情之前 我们基本上 都会邀请客户到我们的 呃 办公室来 不管是行情啊 还是说 呃 开户啊 包括 包括软件的操作 等等等等 我们都是 我们都是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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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